袋子耶 藍紅色袋子 來 機車要提交給我 你那裡面手機是誰的 我女兒的 范賢坐在地上被警方團團包圍 不只全身上下搜一遍 機車置物箱也不放過 警察公司發的拘票 強盜 為什麼是強盜 你先聽我唸我 自己做過什麼心裡沒有底 但警方可是查得很清楚 社發在台北中正區廈門街 3號清晨 28歲蔡姓范賢 日前向無心被罕人借1萬2000元買毒 但事後拖拖拉拉不還錢 還不滿屢屢被吹討債務 一氣之下 伙同徵信朋友 持刀到無性被害人住處談判 雙方一言不合 大打出手 過程中除了徒手毆打 還讓一致手持刀背等武器 攻擊無性被害人 造成頭部 左手臂 背部等 多數骨折操作傷 最後甚至刑搶錢包 手機等私人物品 而附近居民聽聞砍人糾紛 全都嚇了好大一跳 查獲 徵信及拆禁判險在案 無性被害人已經脫離險境 但目前仍在加護病房觀察 傳案訊後也將以強盜 傷害等罪 遺請地檢數整辦 這裡金城關於台北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 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